这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Photoshop的文字工具 点击工具箱中的文字工具 或者按住在弹出的扩展工具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四个工具 横排文字工具 直排文字工具 横排文字蒙版工具 以及直排文字蒙版工具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横排文字工具 在Photoshop中介入文字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选择文字工具 在图像文件上单击鼠标 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文字的光标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自己想要进入的文字 然后点击属性栏上的确认键 也就是这个对号键 这种方法呢适合建入比较少的文字 比方说标题文字 第二种方法呢是通过按住鼠标拖动的形式 拖出一个文本框 然后再建立文字 这种形式呢比较适合于建立比较多的文字 比方说一篇文章等 然后点击对号键 使用横排文字工具 在图像文件上点击下鼠标 然后输入自己想要输入的文字 输入好文字后 我们可以点击下对号键 确认文字输入完毕 这是横排文字工具的使用 直排文字工具的使用 同样点击光标 然后键入自己想要输入的文字 完成后点击属性栏上的对号键 确认一下字体输入完毕 我们再来看一下横排文字蒙版工具 点击该工具 在图像文件上点击下鼠标 我们会发现图像文件乘粉色显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自己想要介入的文字 进入完成后 我们按下对号键 现在呢 我们发现在桌面上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选区 文字蒙版工具 其实就是利用文字输入的形式 来建立一个文字的选区工具 建立完成后 我们可以对它执行各种各样的编辑 比方说添冲颜色 在这里我给它添冲一个前景色 这样呢 我们就利用蒙版文字工具 建立了一行文字 不过利用蒙版文字工具 建立的文字是不可以再编辑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直排文字蒙版工具 点击光标 输入文字 然后点击属性栏上的对号键 建立了选区 为它添冲一个颜色 我添冲背景色 我们就利用直排文字蒙版工具 建立了一行直排的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